坦克破管对着建筑物开炮狂轰 高楼层也有枪口瞄准 随时准备歼灭哈马斯目标 以色列国防军公布一段又一段地面进攻影片 可以看到士兵在被炸成废墟的加萨北部作战 由东到西部署兵力涵盖范围长达6公里 以色列部队现在只要发现新的地道就用炸药解决 但光从地面处理哈马斯地道恐怕还不够 毕竟有地道存在让包围加萨市任务艰巨 以色列参谋长也亲自前进加萨鼓舞士气 不过美国政治学者认为 光靠武力就想消灭哈马斯是不可能的任务 尤其以军轰炸平民 只会让哈马斯招募更多怨恨以色列的加萨人 不过两国方案恐怕暂时不在纳坦雅胡的选项中 彻底消灭哈马斯才是以色列想得到的答案 TVBS新闻众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 请不吝点赞 订阅段载TVBS新闻网坦